这五张作品 它是必须有机的 完整的一整组 就好像一个戏剧 你不能任意抽掉 里面的一些镜头或一些角色 它的剧情结构会不一样 你个人的特色要很明显 所谓的个人特色里面 所讲究的就是 你的创意 你的质感 跟你的这个所谓的美学 跟文学性够不够 当你不知道为何而拍的时候 是可以从照片感受出来的 它的灵魂没有那么的明显 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来寻求 透过影像来了解自己 到底在意什么 浴室其实也有它一个特质 就是第一张非常重要 你要能够把你的主题 能够用某一种方式 让人家觉得很惊艳 再来是中间 就是开始和中间 结束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有力的结尾 或者是一个 让你觉得结尾看完之后 觉得好厉害 还有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构成方式 有三个面向 一个是故事性的一个叙述方式 一个是世界上一致性的 一个群组照片 一个是从教室内在的内容上 所归纳成一个同属性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我自己的感觉是 越诚实越动人 就是说 它呈现的就是你关心什么 那个东西骗不了人的 如果要参加这一个领域来讲的话 那这主视觉 对一个评审来讲的话 就是一眼看进去的话 它是不是能够抓到 评审的眼球 如果能够抓到评审的眼球 那就印象就有了 任何形式的一个艺术的表达 最核心的价值 还是在于感情的表达 当我今天看到一个 很漂亮的照片 然后但是它是一个 可能很常见的一种 常规的美感 或者是 好像以前的教科书上面 教的这种美感 那样子的东西 对我来说 就不形成真正的观点 所以我蛮想要找到 有一些 感觉是你自己心中 真正想说的话 真正在意的事情 这样的观点 今天让我重新静下来 看一个一个定卡里面 所有的元素 所有的广感 所有的角色 这个事情让我蛮震撼的 计时的很多 随手拍的很多 这些照片组成起来之后 会有一个样子 那个排列组合出来 就是回到刚刚说 你怎么看世界 以前遇到的学生 他们会趋向于自己 往内探索 但是现在他们会往外 去面对这个社会 就有点偏当代摄影去向 他会去看这个社会 发生的什么事情 然后他想要用摄影 来讨论一件事情 而不是用摄影 来讲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对年轻的创作者 或者在发展中的创作者 最重要一件事情 其实是要始终问自己 你为什么想要做摄影 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好的摄影呢 它可能不是只是 遵从大师的典范 它会随着时代 随着你生命经验 你个人的独特性 而产生变化 如果要寻塑个人风格的话 我觉得长远来看 它不能只在乎摄影 它必须去广泛地接触 各种不同的领域 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吸取 它有兴趣或是没兴趣的东西 透过观察 慢慢地把它放到影像里面 慢慢慢慢地 就会有个人风格 因为如果你不观察的话 你的照片永远就是这样子 重点还是在于 你怎么样以自己最熟悉的器材 来表达自己长期以来 所关注的相关的题材 在当今的社会里面 摄影增加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包括去说故事 包括去做社会调查 包括去虚拟某种人类的处境 我们用了方便的影像成像工具 比如说手机 或者是电脑里面的后置 这种加种复合式的科技 它都可以成为影像创造的一种媒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其实摄影越来越难定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词 数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